30号由中国铁舰港航局承建的启东海上风电H3标段最后一台风机顺利安装 标志着我国单体容量最大海上风电项目首个标段主体工程顺利完工 启东海上风电项目位于江苏启东近海海域 厂区中心离岸距离约37公里 规划海域面积43平方公里 是启东市首个海上风电项目 也是我国单体容量最大风机安装种类最多的海上风电项目 总装机容量超过800兆瓦 该项目施工海域地处长江入海口 复杂的气象地质条件和恶劣的海况增加了海上施工难度 加之项目攻击紧船机资源紧张 给施工组织带来了更大困难 项目进场以来建设团队依托国内最先进的自航自生式风电安装船 铁建风电01有效克服了施工海域气象条件和海况恶劣 全年可作业窗口期短等难题 据悉该项目建成后 年上网电量可达22亿千瓦时 将超过启东市全年用电量的一半 与传统煤电相比 每年可节约标煤73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2万吨 减少烟尘排放144万吨 对促进江苏省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 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感谢观看